一行人拿着工具,追着一只大白狗,大白狗行动灵活,却还是没躲过追捕,即使被牢牢套在网子里也不想放弃,周围的大娘看到狗狗的反应后流下欣慰的泪水,这些人为何要捕捉狗狗呢? 这只大白狗,是只流浪狗,是街头的常客,过往的路人都对它非常熟悉,一年前来到这边街道,从此每天准时蹲守在同一个地方,向同一个方向望去, 过往的行人注意到它的脖子上带着项圈,这才知道这只狗是有主人的 小白狗整日在街头流浪,似乎在等什么人,然而每天从早上等到天黑,每次有行人路过,它就会仔细观察对方的长相 大家对它的动作感到非常好奇,纷纷赶来围观,狗狗的脸上却透露着不耐烦,像是在说你们挡到我找主人了 过往的行人看它可怜,有时候会给它带些食物,而狗狗却对人类的接近非常排斥 一有人靠近就躲在角落里不肯出来,春去秋来,狗狗始终没有等到自己想见的人 大家都猜测这只小白狗是和家人走失了,也有人怀疑狗狗是被遗弃了 小白狗身体脏兮兮的,每天一脸忧郁的蹲守在街头,时不时的还会在马路上横冲直撞,看得人心惊胆战 大娘看不下去了,这实在是太危险了,这段日子也有不少人前来看看小白狗是不是自家丢失的 然而每次有人靠近自己,小白狗就会显得非常烦躁 这样下去,小白狗什么时候才能找到主人呢 小白狗风雨无阻地在马路边蹲守一年,拒绝好心人的帮助,终于等来日思夜响的主人 小白狗长相过于大众,当地有不少人家走丢的狗和这只小白狗长得一模一样 听说小白狗在找主人,人们纷纷过来认领,还有人想强行将小白狗接走 要不是小白狗立场坚定,说不定就真认错主人了 一开始,小白狗还非常欢迎这些人的到来,说不定其中就有自己的主人 然而时间一久,小白狗慢慢不耐烦了,不仅见不到自己想见的人 每天还要被一群路人围观,小白狗开始拒绝见客 大娘看到小白狗找了这么久都见不到主人,不如先将它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于是便联系了救援人员 起初,小白狗看到又来了一群人围着自己,心里十分不悦 直到它看到对方手里拿着工具,这才开始警惕起来 在大街上上蹲下跳躲避人们的追捕,最终还是没逃过救援人员的网套 小白狗成功落网,被送往了救助中心 兽医先是为它检查身体,除了身体有些虚弱之外 小白狗没有其他大问题,在救助中心休养一段时间就能恢复 小白狗如今也算是有了归宿,在救助中心起码不用饿肚子 更不用风吹日晒,这里还有不少同类陪它玩闹 本以为小白狗在救助中心能过得开心点 没想到它还是每天蹲守在同一个地方,朝着门口的方向望去 似乎在怀念以前流浪的生活,又像是在等待自己的主人 小白狗和主人走散,在街头等待一年,拒绝好心人的救助 最后和主人重逢的画面让人感动 来到救助中心后,狗狗的生活虽然有了保障 这里也有不少同类陪伴,狗狗再也不用感到孤单 然而这并不是它想要的生活,每天还是向门口的方向望去 即使风吹雨打塌,也不愿意回到屋子里避雨 狗狗的执着让人感动,工作人员决定试着为它找找主人 说不定就能让狗狗如愿 海报刚张贴不久,就有不少人过来认领自家爱狗 然而从小白狗的反应来看,这些明显不是它的主人 别说和游客们亲近了 一旦发现有人试图靠近,小白狗就会大声狂吠 慢慢地来救助中心认领的人越来越少 时间已经过去了三个月,大家都以为这次没希望了 这天,救助中心来了位神秘的老人 它的出现让小白狗的内心起了一丝波澜 老爷爷出现后,小白狗就隔着围栏大声的犬吠 像是在告诉老爷爷自己在这里,老爷爷只看了一眼 就确定这就是自己一年前丢失的大白 大白是他和老伴在几年前领养的,是老夫妻一手带大的 自从一年前,大白和自己走失 老伴每天郁郁寡欢,连医院都进了好几回 好在现在终于找到了丢失一年的爱权 大白苦苦等待了一年,终于等到了自己心心念念的主人 工作人员都为他感到高兴 一人一狗久别重逢的画面让人感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